哈喽文文 今天呢咱们来测评这个新版的巴尔坦星人SHF奥特曼第二级打击侵略者版 玩具外盒正面呢是没有那个透明橱窗的 而是呢俩官图 左下这个图啊看起来更像剧中的皮套照片 上面这个全身桶呢肯定就是玩具了 盒子后面呢依旧是那个通用模板 拆开盒以后啊跟旧版一样 洗漱包里面呢就是一个玩具本体了 此外呢这次也是多了一个地台啊 上面呢是标了这个打击侵略者字样 巴尔坦星人呢就算是一个元老级的反派了是吧 同时呢也被昵称为小龙虾星人 作为第一个登场的宇宙人啊 这次的名字呢是来自巴尔干 大家知道巴尔干半岛呢素来就是欧洲的问题儿童是吧 上面一帮斯基诺夫围棋啊掐得天翻地覆 同时呢还发生了公认为一战导火索的撒拉热窝事件 所以这个巴尔坦星人取自巴尔干 也暗示了他很能折腾是吧 剧中剧情介绍巴尔坦星人呢也正是因为搞核武激情赛 把自己的母性炸了才流亡到地球的 好的角色被你放一边啊 讲道理的小龙虾的造型呢 确实算是奥西怪兽里面能给人印象很深的一位了 他的头部造型呢是参考奥特Q中的禅人类 后边呢为了战斗考虑啊 加上了钳子替换了手部 同时身后的屁帘呢还是一个蝉翼的造型啊 当然你要说他是龙虾尾呢那也对 好的插出了白号以后呢 新版巴尔坦星人跟旧版模具的差别呢是不大的 应该是在手背以及躯干的部分细节呢是做了微调 颜色上整体来说呢是比老板鲜艳不少了 同时眼观感觉质感呢也是要更细致了 同老板一样啊 眼睛采用了透明镜 内部呢是用了片装切割 使眼睛呢是有了更加丰富的细节 口气部分两侧呢还是保留了之前的点点 头部剩下的涂装呢 包括后面这里啊都是用了晕染技术 比起老板板啊让色彩过度更自然了 但是也给人一种上了年纪啊 hold不住的褪色感 躯干上四块你说是腹肌也行 专家也对是吧 背部细节呢还是有的 但是没涂装了 胳膊这俩大钳子呢也是一个过度色啊 同时内部呢也是有涂色的 下面的裙甲呢一圈都有涂色 这个龙虾尾和裙甲呢也都是软胶材质的 裤巢以及腿部呢还是那个熟悉的三角花纹 双腿的细节呢也不是复制粘贴的啊 还是稍微有一点差别的 有趣小腿啊左右不一样 而且色彩的连接过度呢也是很接条的 接下来呢咱们来一层可动啊 可动性其实跟之前老板是完全一样的 毕竟呢是同一个设计思路是吧 头部呢几乎不能动 也就是很小幅度的前后倾斜 胸腹部关键都有啊 但是前倾和后仰呢并没有改善多少 幅度呢依旧很小 360度旋转呢倒是都可以的 肩部是一个二段关节 平举呢幅度还是90度稍微欠一点啊 上臂这里呢是加了一个可旋转的关节啊 脚部差不多120的样子啊 手部前置张开最大呢也就是30度左右了 腿部前抬 侧踢 这里虽然是软甲啊但是呢也会走在侧踢的 膝盖弯折 脚踝呢是可以360度转的啊 但也就只能转啊 左右和前后幅度呢都很小 同时脚僵呢还是不能动的啊 这个呢就很差劲了是吧 万代在这个新版巴尔坦身上啊 真的是一点多的投资啊都不想给了 好的总共来说啊 这个巴尔坦没有太超出我的预期啊 可动性依旧 模具呢只是做了微调 颜色比之前要深上一些 呃我觉得这版还是更好看了 同时加了地台 虽然没啥意思 但是聊上于无吧 由于刚出啊 价格方面还是高啊 大家可以观摩一下 之前老板没有的朋友呢 趁这次机会补个票呢 我觉得也不赖了 好的 本期测评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太后文箱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